健康那些事 你我他的事 我国目前仍处于解封的第二阶段 安全过渡期 大家都希望我们的经济 还有我们的社交活动可以尽快地恢复 对抗疫情需要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们之前就听到了有一些朋友 因为没有遵守出门 一定要戴口罩的条例而被罚款 也有人因为社交群聚而相互感染的确诊病例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也保护好家人 出门千万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时时刻刻要佩戴口罩 而且要跟别人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安全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地维护 所以我们一定要各尽本分 好了 Net教练应该在等我们了吧 马上一起去做运动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大家好 我是内老师 在运动开始前 先介绍我们一起运动的伙伴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梓杰 大家好 我是钟晴 好 我们今天要运动的是有氧上肢 所以在运动开始前 我们先调整一下站姿 两只脚跟肩膀一样宽 但记得脚尖跟膝盖同个方向 不要外扒也不要内扒 膝盖保持弹性 不锁死 这个叫锁死 我们将用水瓶做有氧上肢的训练 好 我们先做踏步 踏步 踏步 好 老师要特别提醒 在运动的时候要记得数出来 才不会憋气 而且如果你数出来 还可以来帮助大脑做运动 很好 加油 好 记得不要同手同脚 然后做一个小小的叮咛 如果你在家里做运动的人 记得换上可以运动的服装 还有找一个室内通风的空间 好 我们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转转你的肩膀来 一 二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上肢的训练 所以先把你的肩膀热开来之后 等一下做手臂上的一些动作会比较好 来 加油 好 动作可以做大一点 把肩膀转开 老师 上一次我们用毛巾 你说是为了平衡 那这一次我们用水瓶的作用是什么呢 好 很好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用毛巾是为了平衡身体的肌肉 那水瓶就是来帮你增加肌肉的 很好 来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很好 来 往前转 来 动作可以变大一点 来 很好 感觉你的肩膀被你热开来了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不要忘记脚要继续动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往前推 一 两只手一起 二 三 四 五 那老师 这个水瓶的重量有差别吗 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你的水瓶装越多的水或是越大罐 你的运动效果就会越好 当然也会越辛苦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你的运动的强度 你可以挑大或小的都可以 很好 来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往前推 五 四 三 加油 二 一 放在肩膀这里 来 往上推 来 一只手先 一 二 三 好 如果你发现你在做 很辛苦 对不对 可不可以把水瓶里面的水倒掉 可以 加油 很好 所以 老师 我们在这里练的话 可能可以先从半瓶水开始 然后慢慢再加好吗 对 如果刚开始你觉得 这个水瓶对你来说太重了 你就可以先不装水 然后再慢慢装一半 再把水装满 它可以变成一个顺序 记得运动要循序渐进 好 来 准备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双手一起来 一 二 记得背要打直 三 四 好 手术声音来 有点酸 加油 我已经有肌肉了 是 姐姐有没有突然觉得 口渴想喝水 是 直接打开来喝没关系 但是记得两边的水瓶的水要平均 老师 我在想如果是我妈妈在做的话 可以慢一点吗 比如说我们可能走十步 然后才一下 走十步才一下 可以吗 可以 做运动 其实用自己的范围 跟自己的量力的位就可以了 所以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抓到自己舒服 跟可以训练的方式就可以了 很好 来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回到踏步来 一 踏步就是给你稍微放松 缓和一下的 加油 那因为水瓶比较重的关系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稍微不要甩太大力 不要甩太大力 因为你甩太大力的时候 可能会有拉伤的情况 所以你的水瓶保住之后 不要跟着水瓶一起甩动它 不要控制它 很好 老师 我感觉 其实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加上水瓶已经有点难度了 然后再加上原地踏步 是蛮有挑战性的 是 所以如果在坐的间中 我们偶尔可以停下来 然后做上半身的动作就好 然后有力气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踏步可以吗 是 当然可以 但如果有不稳的朋友 你可以先试着坐在椅子上坐 也是可以的 记得安全最重要 好 来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来 往外推 一 二 三 很好 四 五 六 记得 数出来 很好 八 九 记得速度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抓到自己舒服的范围就可以了 很好 好 手伸直做旋转的动作 来 一 二 三 四 加油 五 如果觉得太重的朋友 你可不可以把水倒掉 当然可以 没问题 或是太重了就先不要拿水瓶也没关系 这个动作是训练我们里面内侧的肌肉 当你在旋转的时候 这个肌肉可以稳定你的肩关节 所以你在旋转的时候 它强化了 它就可以帮助你的肩膀更稳定 老师 我发现我们有做很多这些肩膀的训练 那因为关节很容易受伤吗 我们怎么可以避免受伤 好 这个问题很好 当你在做的时候怎么预防受伤 水瓶有重量 所以你要去用手去控制水瓶的方向 而不要用甩的 当你用甩的就容易拉伤 所以记得 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运动伤害 好 来 做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回到踏步 一 二 加油 三 四 很好 踏步就是让你缓和一下 那为什么要一直做踏步 因为这也是有氧训练 我们有氧要运动到我们的心肺功能 记得数出来 不别起 很好 加油 我们下车就来回到你了 然后还能运动到你了 我再次的心肺功能